我們說了很多閒聊的 氣外的時候 我們說吃東西 所以原來很喜歡吃那些垃圾東西 陸鑽江東是一個氣外、氣外 都是一個大小孩 其實他和我的角色很一致 我們又不是沒得生 還不一定要做企養 就當作打份工 有錢賺 搞不定就扔回他們 記住 牛高頭 不用管別人 向前跑 知不知到 知到 是做的 好呢 畫黑色 灑條紙 Yes Sir 有一次我們做營 導演叫我拖著Samby的手 那一刻我很緊張 整個人突然緊張起來 但我又用了那個緊張在電影中 因為我覺得阿斌叔叔對天美伊都是一種很傾慕的對象 而成為情侶再結婚 很快就入信了夫妻的關係 還有天美伊的角色 因為我們在化妝間走到他的家裡 也有幾分鐘路 我記得開工一天已經看到Sammy 在遠距離見到他前面 他走到位置時 你見到他走路的布姿 都是不同Sammy 已經是天美伊進入了 盧俊莊看到我走路的布姿 很不一樣 其實我要感謝我自己的童年回憶 因為我記得我有一個鄰居 她是很瘦的女人 當初導演找我演的時候 她給了一點點參考 她說我希望大概女主角的模式 我看到下一條更瘦的我 我有什麼本事可以更瘦的我 但我回去思考的時候 當我又想起我小時候 遇過一個鄰居一個女人的時候 我小時候覺得 為什麼這麼瘦的女人 其實她生命裡有很多經歷 很多的創痛 但我每次看她走路 她的背影有一個這麼瘦的女人 竟然可以承受生命裡 這麼多一次又一次的創痛 但那種瘦是令到她很… 我覺得她好像一個筆倒翁 雖然她很瘦 但她是一個好像不倒楣的人 我經常都想起她這個人物 來擺在這個角色 到最終我都很開心 自己可以達到導演的要求 而且穿上那些司拉衫 加上那些布姿 還有一個這麼好的對手 即是演唱夫 就會令到觀眾很鐵伏 你們兩個就是一個很基層的夫婦 多得過去的十年八載 她一直在非喜劇 那個繁柴在戲劇中 一直有嘗試 雖然這麼多年都 似乎不被認同 在這個範疇 覺得你也是喜劇演員 你真的要再一次多謝 新進導演 賈勝峰給我這個機會 她相信我可以做到 得到一個比較大的認同 我自己內心是很感動的 因為覺得這份努力 和這個認真 或者這個一直都很想自己進步 好像終於被看見 那個終於我看到你了 那個是令到自己的內心很觸動的 但是過去的十年八載 我一點都沒有浪費 或者過去都一直不被認同 原來都是默默一步一腳印 去慢慢進步自己 去提升自己的演出 所以這次遇到這個角色 我真的覺得很感恩 前演的開初 其實已經索造天美伊伊 她不是一個聖人 她不是一個好天使 她甚至會吃煙 她當初寄養這些小朋友 都是純粹賺錢而已 或者整部電影 我處理其實天美伊好少少 因為她根本 她的經歷或個性是不懂笑 她是一個很硬的一個人 偏偏一個這麼硬的 她內心有一個這麼柔潤的部分 可以去愛一些非親非故的小朋友 因為我自己一出生就是做歌手 但是她的出生是我們 這部電影我們是工廠認識的 是工廠認識的 所以都是一些比較基層的人物 所以這個部分 或者她的經歷 我又未試過做媽媽 我又未試過失去小朋友 這些種種的經歷 令到我其實都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導演都沒有刻意要埋弄一些善情 不是要善情 不是一定要眼淚鼻涕 一齊看到飛出來 而是她有一種觸動 還有有一種反思 譬如戲裏面我和丈夫的關係 丈夫她有外遇之後 我們怎樣 deal with 這一對的夫妻關係 我們怎樣將心結去說出來 以至到化解 另外也提到的議題 就是這個母親 天美依在母親 她失去了自己的小朋友 她怎樣 deal with 創傷 我跟她在家裡沒有怎樣哄 我跟她睡醒後就沒事了 所以她喜歡吃我的炒飯 因為我會煮的菜不多 我太太稱呼我的炒飯 叫進光炒飯 哇 糟糕 其實很簡單 就是買我以前小時候長大 家裡樓下那間叉燒店的叉燒 然後就拿一些冷飯 然後蛋蠔油炒麵 真的很普通 很普通 加蒜頭 但一加上你的名字就不普通 就是這樣 壽民炒飯 壽民炒麵 因為我老婆有一段時間 是帶飯上班 那時候我會炒飯給她吃 這也算是我們的定情食筆 很甜 用綠豆製你的名字 綠豆製的名字 定情食筆 沒有 但也喜歡吃牛排 薯片 這包薯片就可以搞定 激到我多生氣 你把薯片放給我 真的嗎 立即 當然出軌不是一件好的事 但出軌這件事 反而令到關係更加明白了大家 我想出軌 其實當然 我想丈夫在那一刻 她說只是拖手 當然是一個藉口 但為何她還會說出 這樣的藉口 其實因為她還想挽救這段感情 她才會說出一個謊話 否則她爆了就走就算了 但觀眾看到 我都笑得很厲害 但其實我們沒有預期過 那個位置是會笑的 但我想觀眾會覺得 這樣的謊話 你都說得出的 擺明是吹嘴 反而那一刻 大家罵了 爆了所有大家的內心 深處的黑洞裡的問題 之後出來 反而將這件事彌補了 反而我形容的感覺 有時你在馬路或牆上 看到一些裂口 看到它裂開了 反而生長了一棵植物 令到這個關係重生 雖然這個關係 我想都花了很長時間 才大家原諒大家 接受大家 都是正正 丈夫出現了這件事 令到這段關係 大家可以正視這段關係 一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我們失去孩子 那個就是我們之間的心結 但是這個心結一直都沒有解開 直至到 丈夫有這個行為的時候 我們大家先 願意將彼此內心 這個失去孩子的 真正創傷拿出來 去說 亦都是因為說出來 才有機會去收復 人生往往就是這樣 那個時間會告訴你 還有很多次人生 當你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那一刻你做了決定 其實那個不是一件事的終結 只不過是一件事的開頭 或者這個太太選擇 要原諒這個丈夫 其實那個原諒並不是這件事的 所謂的終極 而是這件事的另外一個開始 當你選擇原諒的時候 你怎樣去走下去呢 怎樣去經歷一系列 就是所謂的療療程 人生很多時候都是 你透過時間 很多事情 最終的答案會告訴你 這件事會是怎樣 還有只有時間 最終才可以告訴你 你當初的決定是對還是錯 最終時間會告訴你 還有最終 老公的表現會告訴你 你當初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我以前是一個什麼都收在心的人 直至我遇到我現在的老婆 它令我改變了很多 因為我以前是忍到一個位置 我爆炸 我爆炸之後就不知道 我會發爛炸 然後我會裝悶 最厲害的一次就是 然後跑了下街 但是經過那次 我跑了下街 然後她下來找我 還要去夜媽媽的時候 我覺得我之後應該什麼都要說 反而關係就變得越來越好 我老婆很明白我 她令我反而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 甚至乎在演藝上 做一個演員也更加好了 因為我接受了自己 還有我很多時候在家 看完劇本的時候 我會有很多情緒走出來 她會接受我 我會無故看劇本 我會哭 但我現在在她面前不修飾 但又發展到一個位置 我們現在不用說話 我們有時候說話 一說就說同一句話 然後大家看著大家 我們不用說話 現在發展到這樣 所以是 發展首語 在家裡我很多話說 你看我不出那麼多話說 我是滋滋喳喳的 我有些什麼都說 但我跟另一半都不是很善於吵架 去到某些時候 我會不會表達多於吵架 但基本上我是什麼都說 我很願意流露我真實的情緒 很願意流露真實的感受 我覺得這樣才容易處理 當對方不明白你 反而沒有彎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